2017年是戴安娜王妃事实20周年 纪录片戴安娜 她的字数播出 这不长达83分钟的影片 迅速轰动英国 350万英国居民观看 大家好 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看视频前记得分享 点赞并订阅哦 免得弄丢了找不到 我们接着往下看 通过纪录片 人们真实地感受到戴安娜王妃悲哀而又挣扎的一生 而在多年后 威廉王子也首次敢于在公开场合谈论戴安娜王妃 她承认那种悲伤永远不会远离 曾经的戴安娜王妃满怀期望嫁给查尔斯王子 精密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 年龄尚小的威廉王子和弟弟哈里王子对世界的理解并不透彻 却将母亲的痛楚看在眼底 多年来 每每回忆其母亲 威廉王子总是刻意逃避 2017年是戴安娜王妃离世的20周年纪念日 经过20年的自我治疗 威廉王子终于敢谈论母亲 我花了快20年时间才使自己能够公开地谈论母亲 因为这件事是如此痛彻心扉 威廉如是说 在威廉王子的心中 戴安娜王妃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2021年7月 英国记者报道 戴安娜王妃曾经公开打过威廉王子的屁股 此消息一出 众人都忍俊不禁 一个王妃 一个王子 竟如同普通人家一般相处 在英国王室 照顾王子 公主的一般是专职保姆 然而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 却是戴安娜王妃一手培养起来的 戴安娜王妃会亲自送儿子们上下学 来到学校参加亲子活动 毫无架子 她经常对威廉王子说 你应该多多接触普通人的生活 而不是活在王室的保护伞之下 戴安娜王妃经常带着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出门吃快餐 前往游乐场 影院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尽管威廉王子年纪小 却对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十分清楚 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离婚后 女王命令他们结束四年来的分居生活 在签订离婚协议后 戴安娜王妃被剥夺了殿下的头衔 她曾经询问威廉王子 你是否建议我失去了王室的身份 威廉王子只是回答 我从不介意别人叫你什么 你只是妈妈 同时 威廉王子还向戴安娜王妃承诺 妈妈 别担心 总有一天我会将头衔还给你的 后来 在英国王室 很少人会提起曾经的戴安娜王妃 而对于威廉王子来说 戴安娜王妃也始终是她讳莫如生的人 威廉王子花费了二十年的时间远离母亲戴安娜王妃带来的悲伤 到头来却发现 悲伤一直存在 威廉王子痛恨自己的父亲 她不是一个好丈夫 更不是一个好爸爸 戴安娜王妃离世八年后 查尔斯不惜一切代价将卡米拉取进门 这也在威廉和哈里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多年来 威廉王子一直独自承受着这一切 因为弟弟哈里王子比他更加脆弱敏感 2011年 威廉王子迎娶了相恋十年的女友 凯特王妃 婚后不久 威廉王子有了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 威廉有了自己新的家庭 过着幸福的生活 才感到自己内心的创伤一点点被抚平 威廉王子一直生活在人们异样的眼光之中 每当人们提及戴安娜王妃时 看向威廉的眼神都是复杂的 而20年后 成为父亲的威廉王子也意识到 对于戴安娜王妃之事 自己已经不能再逃避了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孩子渐渐长大 会问他关于漂亮奶奶的故事 只有自己先走出去 才能让孩子更好认识唯一的戴安娜奶奶 2020年 威廉王子访问了伦敦皇家马斯登医院 并向这家医院捐款 助力癌症中心的建立 在发表讲话时 威廉王子坦言 30年前 我的母亲在这里做了同样的事情 多年来 威廉王子也一直追随着戴安娜王妃的脚步 投身于慈善事业 如今的威廉王子下定决心好好生活 然而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的恩怨纠葛 却一直是威廉王子心头的一根刺 正如童话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 16岁的戴安娜应邀参加一场舞会 在舞会上遇到了英俊的王子查尔斯 不久后 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相恋 两个人互诉忠常 将彼此看作生命的全部 在查尔斯王子的介绍下 戴安娜王妃认识了一个女生 卡米拉 那时戴安娜王妃一颗真心 却从未想到 卡米拉会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热恋期过后 戴安娜王妃突然感觉到 查尔斯王子的异常 她总是忽冷忽热 情绪极不稳定 有时一周七天每天都打电话 有时会连续消失三个星期 戴安娜王妃回忆道 戴安娜王妃热切期盼着 终于等到了度假归来的查尔斯 他们相约在温莎宝见面 这也是他们之间的第13次见面 那天 查尔斯王子向20岁的戴安娜王妃求婚 她欣然接受 热泪盈眶 1981年7月29日 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结为夫妻 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下 身穿华服的戴安娜王妃 走进了圣保罗教堂 开启了新的人生 结婚后 查尔斯王子一直对戴安娜王妃十分冷漠 蜜月期间 两个人鲜少交流 查尔斯王子更是在蜜月期间 读完了整整八本书 不久后 戴安娜王妃在整理行李时 在查尔斯王子的笔记本里 发现了卡米拉的照片 后来 戴安娜王妃观察到 查尔斯王子的袖口 有着一个字母C 事实上 在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相恋之前 查尔斯已经与卡米拉走过了十年的时光 卡米拉身份特殊 英国王室不可能接纳她 于是警告查尔斯 如果你执意娶卡米拉为妻 就必须放弃王位的继承权 查尔斯既想要王位 又想维持与卡米拉的感情 于是为戴安娜王妃设下爱情的圈套 知道了真相的戴安娜王妃伤心欲绝 却依旧尝试挽回丈夫的心 为了阻止查尔斯王子与卡米拉相见 戴安娜王妃怀着身孕 故意从楼梯上摔下来 等来的只是查尔斯王子的冷漠 对戴安娜王妃来说 这场婚姻尚未开始 就已经成为一座坟墓 1982年 戴安娜王妃生下了威廉王子 威廉王子出生的当天晚上 查尔斯再次与卡米拉优惠 婚姻的不顺利夺走了 戴安娜王妃所有的快乐 她开始患上严重的焦虑症 甚至数次自杀未遂 婚前因为过度结识 戴安娜王妃患上了厌食症 而后精神不稳定 厌食症发展成为了暴食症 戴安娜王妃曾经反复询问查尔斯原因 却终究得不到回应 她向自己的婆婆讨公道 得到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 反正查尔斯是没救了 后来 戴安娜王妃又生下了哈里王子 两个孩子的到来 并没有让夫妻二人的关系缓和 查尔斯王子的冷暴力 反而变本加厉 在英国民众看来 戴安娜王妃是一名合格的王后 她24岁时完成了生子的任务 可谓是人生赢家 而只有戴安娜王妃和两个儿子知道 在这段王室婚姻中 她已经受尽了折磨 1992年 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的婚姻 也走到了尽头 离婚之前 英国王室没有一个人 挽留戴安娜王妃 这让她悲痛欲绝 不久后 王室正式宣布 戴安娜王妃已经与查尔斯王子 正式分居 与此同时 两个孩子的分割手续也在进行中 显而易见 王室不会将威廉王子 与哈里王子拱手让人 此时 戴安娜王妃意识到 自己已经没有了婚姻 不能失去孩子 于是戴安娜王妃勇敢地站了出来 向民众诉说自己十几年来的遭遇 一时之间 社会舆论沸腾 1996年 女王勒令两个人离婚 戴安娜王妃依旧是王妃 只是不复当年的心境 后来决定重新生活的戴安娜王妃 将自己的经历投入到慈善事业上 她筹集了20多个基金会 出访北非 印度等多个贫困国家 为他们带去帮助 一位接受过戴安娜王妃帮助的残障人士 曾经说 戴安娜真的很有魅力 怎么会有一个人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 让人感觉她如此真诚 摆脱了王室的禁锢 戴安娜王妃真正活出了自我 她成为时尚潮流的领军人物 多元化的时尚风格 更增添了她的无穷魅力 遗憾的是 1997年 36岁的戴安娜王妃 因为车祸永远离开了人世 那年威廉王子不过15岁 哈里王子也只有13岁 直到葬礼开始 两个孩子才意识到 母亲已经永远离开了 人们常说 如果戴安娜王妃没有成为王妃 一定会成为自己的女王 后来 戴安娜王妃依旧是王妃 成为人民的王妃 如今查尔斯已经年过半百 却依旧没有继承王位 卡米拉见到自己失去了成为王后的机会 向查尔斯索要两亿英镑的补偿金 而被查尔斯王子厌恶 和嫉妒的威廉王子 却迎来了全新的生活 威廉王子日渐成熟 成为女王亲定的继承人 她宣布 自己即将和哈里王子一起 为母亲立一座雕塑 这座雕像会在戴安娜诞辰60周年 也就是2021年的夏天落成 这种悲伤你永远不会摆脱 你也清楚生活将被永远改变 威廉王子依旧悲伤 幸运的是 他已经决定放下一切 好好生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